这款的教程来咯,不好意思,耽搁了两天 我猜你们应该最想看大拇指的教程 首先上一个底胶,烤干之后把浮胶擦掉 格子贴纸剪成长条,把它对折三分之二的部分 拇指的花边围绕了一整圈,所以贴纸要长一点 然后把贴纸一端粘在指甲上,一边围绕一边折 把它盘着一个圆圈粘起来 我这个花边围的有点大了,但可以稍微往里面挪一点 花边的褶皱部分可以刷上一点台湾胶水 然后把它摁住粘服天 我做这个花边的贴纸长度就是沿着格子贴纸的边缘剪了一整条 内侧贴纸粘好之后就是中间爱心的做法啦 那我手里这个爱心就是用甲片把它剪下来的 剪成爱心的形状,在我上面裹上贴纸 都按压服天 这个贴纸是有弹性的,可以拉扯 粘好了之后我们用搓条把边角给磨掉 这样小爱心就算做好了 我们需要现在刚刚粘好的贴纸裹上一层光疗固化 然后把中间部分放胶来粘这个爱心 可以用手指轻心摁着罩灯 罩干之后画边的下侧都要进行一个塞胶 可以保护贴纸防止刮头发 也可以把小画边给吃冷起来 全部把胶填好之后罩灯固化 中间爱心部分可以点着一些珍珠小钢珠进行装饰 最后刷胶包裹饰品 罩干擦掉浮胶 再刷上一层磨砂封层 因为磨砂封层的原因 我们还需要把珍珠小钢珠再用棉细亮面封层来点亮一下 这样一款很QO带着田园风味的一款食物系美甲 就做好了 下个视频来给你们分享牛仔纹和小裙编的教程哦